哈佛大学有一千多名中国学生 是哈佛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 也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生动缩影 应对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防扩散等一系列重大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中美合作都不可或缺 势在必行 然而 当前中美关系却面临严峻复杂的局面 误解误判的乌云在狙击 所谓新冷战的尖兵在凝结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中美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双方如何找到新的相处之道 这些都是举世瞩目的世界质问 同时 乌克兰危机也促使人们对大国关系 国际秩序的反思 为此要开展更加广泛 深入 坦诚 开放的交流对话 用事实真相和真理的力量 打破误解偏见固化成的所谓一般常识 打破民故不化的政治正确 打破当前不符合两国利益 背离两国民意的将等局面 我衷心祝愿本届哈佛中国论坛 集思广义 出谋划策 掀起又一场 头脑风暴 帮助吹散误解误判的乌云 希望每位论坛参与者都能成为破冰者 女士们先生们 同学们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事关两国17亿人民的福祉 也事关世界的和平 稳定 繁荣 让我们一起为此而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